回头来关心疫情发展 里岛能不能对入境的民众进行快筛呢 尽管立法院在5月31号通过了这项附带决议 不过疫情指挥中心说不可以 甚至还大动作了撤销里岛强制筛检的公告 强调要由中央统一指挥 不过我们带你来盘点里岛的医疗资源 的确是不太足够的 以金门为例 14万人口大概只有300张病床 还有4张的负押病床 而里岛各个先市政府就担心 如果出现染疫状况 可能会瘫痪整个岛内的医疗体系 在指挥中心门口怒斯公文 就因为指挥中心撤销里岛入境普筛命令 2号下午立委陈玉珍赴指挥中心 直接找指挥官理论 原来立法院在5月31号审查 输困特别预算时也通过了开放金门 马祖 澎湖等里岛入境全面普筛的附带决议 不过却在隔天被指挥中心撤销了 如果疫情指挥中心胆敢藐视国会的话 那我想大家后面还要沟通的事情还很多 就是一样得送回来本岛 那这中间的周车 往返再加上中间运送的人运送的飞行器 是造成更大的医疗上面 医疗量能上的这个负担 盘点里岛医疗资源以金门为例 全线只有一家医院五间卫生所 三百零四张病床中 仅四张负压隔离病床得撑起全线十四万人 疫情蔓延全国沦陷 不断乎预入境谱 现在不仅想守住金门这片零确诊净土 更要守住离岛医疗体系 华视新闻夜风 黄瑞玲 综合报道